爱丽丝的这个面向 你能打几分 假的 幻觉来的 表情僵硬 明显不是真心的 当CT一份看到的约会场景 嗯 情心所向 官备 明显是名正言顺的 高强度飞飞气的同学来报个到了 夏老板 你这个爱丽丝 珍藏到什么时候的 你是不打算打出来看是吧 之前的低法 别以为不知道 你偷偷对他做了什么 那我当然是跟低法去 今天游乐园约会去了嘛 是不是 我记得你好像喜欢反本猙獰来着 还说自己是坚定的C党 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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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男人把蛤蟆拖出去 今天游乐园里面的好感度 约会对象是谁 现在应该不存在剧透啊 毕竟爱丽丝都要没了 那如果你喜欢他呢 最后一段时光就要好好的陪伴 没了个蛋 我都是买模型让他永远陪着我好呗 哼 但是你的SE除了游戏建模好感之位 PA感呢 根本给不了你什么 所以Gamelady爱丽丝呢充分说明 不是说玩家上不了强度 而是要产品表现够顶呢 哼有的啊 希望SFF6低纳与魔导招架那个足够顶 而且卖7万 来 花叔上将强度 不得紧不得紧 可老花这一波说话有点太满了 能够TIFA神器 摆摆手腕 这种几乎模糊了女一女二的重量级角色 爱丽丝的刻画绝不简单 不然也不会CG党和CA党走这么多年对吧 尤其是重制盘精致的面部表情和活灵活现的动作 不管是爱丽丝的古灵精怪 还是TIFA的温柔体贴 都直接是怼脸说出 对 我说的怼脸呢 就是SE在很多过场动画中 它们有很多直视镜头的面部特写 就像是在跟你本人对话一样 再加上前面说到真人捕捉精致的面部表情 那带入感手拿把掐 而第二波 今年游乐场好感度触发的约会事件 更是这次的重头戏 爱丽丝 TIFA UF 我都可以啊 当然为什么会有狗子和巴雷特的约会选项 说起来的UCG还专门出了一个教程 教你如何避免与老爸约会 而你我的朋友 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和TIFA这样的青梅竹马 完全是两种感觉 他知性温柔小俏皮 又不是女孩子的小心思 是不是感觉游戏里和他在一起的部分 都特别轻松 能坚持这么久都不行动的 也就只有Cloud这个木头了 画风一转 其实当时我内心是非常挣扎的 但是最后 我还是绷住了 哈哈哈 那因为买回来是不带外甲的 所以给他准备了一身COST服 回家网的展示效果好不好 除开面妆和头发的打理 衣服的质感也是加分项 都到这个预算了 还是推荐给他穿成好的 爱丽丝的衣服可太方便了 连衣裙往身上一套就完事了 而TIFA就不一样了 毫不夸张的说 当时三个人穿了两个小时 对比下一款TIFA 爱丽丝的面妆显然更浓一点 因为它脸本来就小 加上塞红之后显得脸更小了 游戏里会圆润一点 我觉得这次没有TIFA做得像 之所以出剑游戏的TIFA和爱丽丝 有一眼惊艳的感觉 原因就是这个介于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的 2.5次元节目 其实非常的讲究 既有篇写实的效果 又让你在平常呢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无关比例 尤其是这一段播场的面目特写 SE的美供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直到我看到一条弹幕说 长得像蔡云阿姨啊 直接就回不去了 这个杀伤力就跟你儿里面说 2B长得像蔡亚男老师一样 无论是cosplay还是模型立体化 都无法做到完美还原 挑战者前不后继 包括SE自己 直到现在甚至成了业界难题 所以爱丽丝这个面相 你能打几分 虽然说爱丽丝的身材没有低法那么的前途后翘 但是做成硅胶娃之后 那可就由不得她了 当然我这里还是选择了一个缓充电 相对比较合适的体型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老铁亚温了 有没有内垢有没有水口 都有都有啊 通通都有 虽然说给她穿衣服方便了很多 但这款真正的难点其实是头发的打理 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整个是一个炸开的状态 而且我一直很好奇啊 你说像云片这种 她每天早上睡觉起来 头发会不会像我 现在这个样子 嗯 她不但不会 而且有低法叫她起床 而且还有爱丽丝比较公斤 那种色情不要 一切啊 整体肛骨架结构非常扎实 可度魔剂和1.6的包胶病人其实是一样的 但毕竟做到的等身大小 肆意重量有70来斤 要她站起来呢 还是要上脱当支架 不然内色的肛骨架会把脚顶压坏 那经过我仔细发现呢 这次爱丽丝的这款酥体 在皮肤上妆方面更加强了一步 一般常规来说给美少女的哥哥关节 加上红韵之后呢 会显得绝色的皮肤非常的软嫩 就比如像这个手指关节这里啊 一方面表现出了骨骼的起伏 另一方面就是加重了红色的渐变过度 是不是看着就想把它捧在手里呢 因为还需要强调一点啊 就入手的朋友呢 这个定期打理头发啊 包括这个皮肤表面抹这个爽身粉啊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包括避免这个高温暴晒 和这个过于低温的环境啊 不然都会加速硅胶瓦的老化和出油 即便是GameLady的素体已经用到了医用级的脖筋硅胶 很大程度缓解了这类问题 但他们依然需要你平时的呵护 如果这样就不停地看起来 如果这样就不停地看起来 如果那样的小物业 或是一样的雾物业 或是一样的小物业 一似乎在一起 很开心 但是 但是 但是呢 好不太好 一定是很好的女孩 我希望你能逃避 Kloud,謝謝 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還是對角色的深入刻畫 以及絕美的皮狼 如果是說第一張玩的不夠精心呢 第二張就帶她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順便把這份喜愛轉換為實體 你看我這個表情就知道我都開心了是不是 你最好是因為這個 Game Lady的Defa和愛妮絲全部填刻完 那大家覺得哪個更好是Defa還是愛妮絲呢 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區討論 最後也別忘記一鍵三流哦 我是蝦米 我是柯老花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